各位同行螢幕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這個學期會學些甚麼 我們主要學的是鏡頭 鏡頭其實就是一些頭鏡 我們常生活中都會見到很多 包括我們平時見到放大鏡 好像這些 另外你的眼鏡 都是一些鏡頭的例子 我們這一課裏面主要都是學幾樣東西 跟我們一向的想法一樣 我們要描述它 跟著去解釋一些現象 我們主要要考慮的 就是究竟這些鏡頭有甚麼作用 簡單來說 你看到所有鏡頭 通常都是用透明的物質 譬如膠、玻璃等組成的 它是一個曲的 surface 它是彎的 所以光線進去的話 其實它應該會向不同的光線做 branding 這是一個reflection 截射的現象 我們這個裡面 希望研究一下 不同的鏡頭 它截射的情況會是怎樣 切射完之後 我們都知道 我們透過這些鏡頭 你會看到一些像的影像 我們都想看影像有甚麼特性 這個就是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開頭 我們需要一樣東西 這個就叫做Wave Box 它會製造一些 是一個平衡光線 它是一個平衡光線 它是一個平衡光線 我們就可以透過觀察這些平衡光線的變化 就可以知道究竟那個鏡頭有甚麼特性 好 我現在手上有些玻璃的透鏡 它的形狀都是不同的 我想研究一下這些鏡頭有甚麼特性 在研究之前 首先我要定義如何去描述這些鏡頭 你看到這些鏡頭全部都是一塊長型的鏡頭 所有是對稱的 我們首先定義了一塊鏡頭的中心點 就叫做O O 就叫做Optical Center 光深 好了 而這些鏡頭 我們就會垂直地擺在這裏 那怎樣可以表達這個垂直的情況呢 我們就畫一條橫線 這條橫線 就叫做Principal Axis 叫做主軸 那我們的鏡頭都會擺在這裏做研究的 那好了 那我先拿第一塊來試試 那我把這塊鏡垂直地擺在這裏 而它的中心就對正Optical Center 好了 接著我試用一個Wave Box 把光線射入去看會見到些甚麼情況 你要見到光線 其實現在是聚焦了一點 那些光線會這樣聚焦過來 好了 這塊鏡能夠把光線聚焦 所以我們就叫它做Converting Lens 那我們就放在這裏 好 接著我又試用另一塊 這一塊 就跟剛才那塊有些分別 它兩邊都是彎曲的 它兩邊都是彎曲的 就試一下 好了 好了 明顯地這塊鏡呢 都是把光線聚焦在一起 所以這塊鏡應該都是一個Converting Lens 來的 好了 接著我又試一下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有一邊是平的 而另一邊是彎曲的 我們儘管試一下 你看到效果呢 跟剛才那兩塊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一塊應該都會是一塊Converting Lens 好 這塊呢 兩邊都是彎曲的 跟剛才那三塊鏡呢 就有些分別 你看到這一塊光線呢 是向外發散的 那麼這一種的鏡呢 我們就叫做Diverging Lens 同學 你會否發覺這兩組鏡有什麼分別呢 如果你留心觀察呢 其實它怎樣Curve 不是最重要的關係 而是它中心厚 還是旁邊厚 這三塊鏡呢 雖然它的弧形的形狀不同 但是呢 它都是有一個相同的情況 就是呢 中間比較厚 旁邊比較薄 這一種中間厚 旁邊薄的鏡呢 我們就叫做Converting Lens 或者我們會用另一個Terms 這種鏡我們叫做Con Converting Wax 就是凸透鏡了 好了 而另外跟它相對的話呢 就是這一類型的鏡 這類型的鏡呢 無論怎樣彎曲都好 它中間會比較薄 旁邊會比較厚 這一種鏡呢 我們呢 就叫做Concave Lens 那麼呢 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將 然後 我們平時看到的鏡呢 分為兩大類 特別是Convex 和Concave 好 到最後呢 我們還需要定義到一件事 因為我們看到呢 其實鏡呢 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那我們沒辦法呢 每一塊都拿來試 所以我們呢 就用它的特徵呢 去表達每一塊鏡 而這個特徵呢 我們就是講它的聚焦能力 Converging Power 或者它的發生能力 Dirging Power 那我們又試一試吧 如果我找一個平衡光線的話呢 你會看到呢 光線到最後呢 會聚焦在一點裡 對於Concave來說 用這一點呢 就叫做這一塊 Lens的Focus 或者叫做Principal Focus 我們還用一個數字呢 去代表了這塊鏡的Converging Power 這個數字呢 就是一塊鏡 和Focus的距離 這個呢 我們叫做Focus 於是乎呢 每一塊鏡呢 都可以定義它的Focus 是代表了它的 Converging Power 當然 現在我講的是 Converged Lens 好了 如果Concave Lens 又怎樣呢 其實我一樣可以用 相同的方法定義的 好了 我們先Mark 了見到的線 我用兩點 就畫了一條直線 所以我畫這條線 但是如果我把這些光線 向後拉的話呢 其實它一樣會拉到一個膠點 我們對於Concave Lens來說 因為它是一個發散的 Division Lens 所以我們定義它的Focus 就會在這個位 而這個Focus的遠近 亦都代表了它發散的能力 那你會見到 越近的Focus Lens的話 那它的發散能力 就會越高 所以我們用回 相同的定義 由App 去到一塊鏡的距離 我們就叫做Focus Lens 我們就會用這些方法 去描述一塊鏡的 Converging 或者Division Power 好 那我現在考一下大家 你猜這塊鏡 會是Convex 還是Concave 它分別由一塊 左邊這一塊 Convex 和右邊 Concave 的Lens 組成 如果把它放在一起 究竟這一塊 屬於Convex 還是Concave 好了 深水晶的同學 應該知道答案 記不記得我們 如何定義Convex 和Concave 的 我們不是看形狀 我們是看它的厚度 如果以這塊鏡 組合了之後 其實它中間 現在是比較厚 旁邊比較薄 所以估計來說 這一塊 應該是一塊 Convex Lens 我們試試看 沒錯 跟我們定義的想法 是一樣的 所以這一塊 就是Convex 今次這塊鏡 就比較特別了 你會看到 我將這三塊鏡 黏在一起之後 中間和旁邊的厚度 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這一塊 究竟是Convex 還是Concave 呢 沒錯 因為厚度不變 所以 其實它既不是Convex 又不是Concave 它就好像一塊玻璃 那樣 不會令到光線 有很大的bending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這塊鏡 是 整個鏡子 是 有的 那些鏡子 的 所以 是 有的 有的 是 有的